哇 哇林俊逸这一球真的是硬顶过来的啊 这是林俊逸职业生涯最为疯狂的一战 与奈良刚攻打凹战两个小时 第二局落后状态打出惊人的30比29 接连晚就9个局点 决胜局落后状态依旧留有余力 敢拼敢打的姿态让全场沸腾 最后逆转泪爬奈良刚攻打的场面 完全颠覆了进攻方的体力不足的现象 这一战林俊逸打出了自己的气势与风格 顽强拼搏用尽全力打好每一球 体力完全枯竭依旧敢于中杀 这样的林俊逸很难不让人爱上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的比赛 中杀 群维 桂 摄方 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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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对阵的守局 奈良刚攻打就用起超强的防守 和起响彻雨滩的魔法 稳稳拿到领先优势 对于林俊逸这样的强攻型选手 开始都会被奈良刚攻打的节奏 带得没有办法完全施展身手 但林俊逸在关键点的连续追分 同样让场面充满着看点 非常可惜的是 最后一球的主动失误 遗憾地丢掉了第一局的比赛 但第二局的林俊逸慢慢回过来 打出了能够载入雨滩历史的罕见对军 好的 哇 天哪 水深 好球 这是林俊逸挽救的首个局点 即使在与麦良刚攻打的超长多拍下 被限制了强异的杀手 出界出的很不错 9比20 一直打到麦良刚攻打的失误 连续两个判断准确的出界球 成功版就两个局点追平比分 但这也仅仅才是开始 双方的悬念甚至导致了长达20分 简直是太挑战观众们的心跳了 嗯 嗯 哎呀 哎呀 一个非常具有欺骗性的 侧身起跳的批掉往前 极致的往前落点 让奈良刚攻打 既没有预判得到 又没有跑过来 林俊逸连续守住四个局点后 成功的拿到自己的首个局点 但随后被奈良刚攻打抓住机会 没有终结比赛 场面依旧保持着巨大的悬念 好球 哎呦 滚往初见 26比25 直接发后场 好球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出 其实两名选手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这种调动能力 这种调节能力 应变能力 其实都挺强的 都是不容易对付的对手 嗯 这球是代良刚攻打在判断 是否出边线的时候 勇于了一下 27平 好的 我林俊逸 我林俊逸真的太敢打了 哇 好球 哇 奈良刚攻打 这属于是一坦罕见了 这属于是一坦罕见了 最后观众是真敢做的 最后观众是真敢做的 对手 我看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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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的往前对抗 林俊逸最后想要挑出场 但打在网上了 更加刺激的是球滚了过去 林俊逸难以置信地守住了九个局点 简直快要到达了以球规则的极限 更加让人心跳加快的是 林俊逸最后一球的方法 奈良刚攻打没有接住 完成了震惊全场的巨大逆转 这属于是一坦罕见了 从观众与屏幕人的惊呼中 就能感受到当时场面的热烈 好球 出球不到位的话 那我靠着自己的能力 再打一盘突击也是可以得分的 这个出现好几次 对 这就是刚刚提到的 但是这一段就感觉林俊逸我就认了 我就站在头顶这块 你要再打我头顶我就直接砸你 反正最起码在羽毛球赛场上 能够用到的小技巧 我们都看到了 这边也发后场 但这边林俊逸是有准备了 很难想象在奈良钢攻打 都打到脚下冒烈的情况下 林俊逸依旧还能重杀 在这达了接近两个小时的情况下 双方的体力都已经枯竭 林俊逸在这落后的情况下 依旧敢拼杆打 这一球简直打得全场观众眼冒星光 林俊逸的身影直接应刻到了 每个在场观众的心中 反拍对角的下王 林俊逸的头顶然后被打突击的球 看看到了关键分了 即使到了自身的局点 林俊逸依旧敢于重杀 即使两人已经打到了两个小时 林俊逸依旧还能顶 最后的时刻魔王奈良钢攻打 先行顶不住了 变现的失误 让林俊逸成功拿到最后一分 以2比1将其击败 连续两局完成逆转成功晋级 也留下了雨潭浓落重彩的一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